随着台湾疫情的解封 加上明年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打 运动赛事加上运彩网络下注越来越夯 2021年12月26号中午 全台湾第一家结合运动赛事直播 跟运彩网络下注 招募平台的SAFE茶馆餐厅 正式在台中市七旗茶富路上浓重开幕 现场除了有省师团、大鼓队 民俗议政表演之外 还有精彩的歌舞秀 开幕仪式场面盛大又热闹 SAFE茶馆执行长毛曾文表示 他从小就热爱棒球、篮球、足球等运动 所以才会开这一家 24小时都可以看到国内外赛事的茶馆餐厅 店内虽然不卖酒 但是设有七个包厢 每个包厢都有大型电视萤幕 让大家呼盆饮半 揪团来看赛事 一边吃美食 一边讨论运彩网络下注 我们这个餐厅是结合茶饮、饮品 我们基本上不提供酒类 然后结合一些体育赛事 还有台湾运彩在做推广 因为现在的人生活忙碌 不一定有时间能够去球场看球 但是他们会有更多的机会跟时间 跟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喝茶 在茶馆的开幕仪式当中 立委张辽晚间 中华民国运彩经销商同业工会 理事长何玉琦 还有很多地方人士贵宾参加 何玉琦理事长表示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运彩网络下注比例从7% 成长到今年的34% 随着疫情的趋缓 运彩市场会越来越大 大家知道明年9月10月 就有世界杯足球赛嘛 台湾很多的这个餐厅 都没有这种服务 那我们是率先提出 提出这样子服务的一个餐厅 那我们在台中市曹富路 那我们名字叫Safety 就安全上磊的 有运动概念的这个英文名称 Safe茶馆今天开幕之后 推出一系列世界杯足球套餐 低销150块 就能感受到现场歌手演唱动听的歌曲 Safe茶馆餐厅执行长毛真文说 未来计划在台湾各地开分店 满足更多喜爱运动赛事的民众需求 记者陈文旭 萧又金台中报导 杨蒜朗了 杨蒜术 杨蒜术